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记载的儿子两位 分别是长子陈善和次子陈李 在历史上 杨沙皇和陶氏并没有世纪记载 陈有亮自己害死爱妾 楼玉珍楼玉珍本是家门狐女 但是后来家道沦落 被迫沦落封城 但楼玉珍知书达理 很是聪明 最终结识陈有亮 也愿意死心他地跟着陈有亮 而陈有亮也非常喜欢他 取他为妻 展开全文 让陈有亮没有想到的侍楼 玉珍不但是一个贤内主 因为出身于家门之后 也非常的熟知兵法 更成为了他的半个毛氏 有一次 朱元璋和陈有亮的故友康茂财写信给陈有亮 说要共同攻打金陵 正当陈有亮犹豫的时候 楼玉珍看过信后 认为必定有诈 但是陈有亮却没有听从他的话 最终中了朱元璋的埋伏 大败而归 作为谋使之后的楼玉珍 却因为自己丈夫的惊喜害死了自己 楼玉珍为丈夫出谋划策 二人约定好 过旗开得胜 避张旗扬帆 击鼓奏乐 但是陈有亮得胜之后 本想给楼玉珍一个惊喜 于是没有张旗 而是将旗回迎 而楼玉珍看到此景 以为丈夫大败 心中内疚 便大声说道 夫君 等着臣妾 于是便坐身跃入湖中 而死 得知楼玉珍跳湖之后 陈有亮肠子都毁清了 于是 命人前去打老 三千三亿未见尸体 最终这个惊喜变成了意外 清国清城 成为朱元璋的达定妃 都市都市作为朱元璋的老婆 是长相最好的 所以 在陈有亮战败之后 朱元璋看到都市之后 也非常喜欢 于是 便把他拿进自己的后宫之中 最终成为了达定妃 有很多人都说 朱元璋与达定妃所生的八子朱子 是陈有亮以父子 其实这都是瞎说 因为达定妃与朱元璋 并不是只生八子朱子 还有七子朱伯 而朱元璋战胜陈有亮 是1363年10月3日 而朱元璋与达定妃最早的孩子朱伯 是1364年的12月23日出生 时间长达14个月 连朱伯都不是 那朱子生于1369年 更不可能是陈有亮的孩子 至于说 朱子因为知道 自己是陈有亮孩子 然后起兵叛变更说不通 他真正的死因 是因为 受到胡维雍案件的牵连而自焚 被俘的太子 长子陈善陈善的记载也并不多 在蒲阳国一战之后 失败的陈汉大军开始溃逃 而朱元璋开始追捕陈汉军队 俘虏上千 人 在一一合十的时候发现 其中有一个美女 就是后来的达定妃都市 还有一个少年 就是陈汉的太子陈善 朱元璋知道后大喜 但是他并没有杀死陈善 而是好吃好 呵伺候着 软禁起来 之后的历史才无记载 可能就是终身被囚禁 一直到死吧 登基的皇帝 刘放高丽 次子陈善陈善 在张定边等大将的护送之下 得以逃脱重返武昌 并称帝为陈汉政权的第二任皇帝 但是朱元璋之后 成胜追击 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打到了武昌城下 胆小怕事的陈离 最终没有坚守 而是出城投降与朱元璋 朱元璋也很义气 没有杀他 而且封他违规得侯 朱元璋晚年怕陈离不老实 于是发配到高丽去了 最终老死在高丽 因为陈离之后并没有后 而长子陈善与次子陈离都没有后代 所以陈有亮这一脉就断绝了 可以说陈有亮的失败也导致了他家庭的衰败 但是朱元璋对他的妻子和孩子 相比一些其他胜利者来说已经算好的了 没有杀只是软禁 这种做法说得过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